今天,我们来做一个超级鲜甜的经典月菜,上汤西兰花 首先,我们准备一个西兰花,切好后用水浸泡20分钟 如果想洗得更干净,可以在水中加一点小梳打 又或者直接加些蔬果清洗剂 饶柱用温水提前浸泡30分钟,然后用手撕开 还有皮蛋,咸蛋的话,先将蛋白和蛋黄分别切丁 蒜的话,切开一片片 然后,煮一锅水,将西兰花灶灶水 西兰花变色后,就可以捞起身 不用全熟,因为等会还要继续煮 接着,连在一个锅,倒入适量食用油 先将蒜片炒香 蒜香味出来后,倒入皮蛋和咸蛋黄继续翻炒 如果买的咸蛋黄很咸,可以放一半量 最后倒入瑶柱和浸过瑶柱的水 家里如果有高汤,用高汤就会更好 持续小火煮2-3分钟 时间一度,将灼过水的西兰花重新倒入锅中 咸蛋黄也一起放入 西兰花煮到自己喜欢的熟度就完成了 做起身超简单,鲜浓的汤底 再加上鲜甜脆暖的西兰花 多吃几口都毫无负担 今天就到这里,下期见! 下期见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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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见!